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这两个膝盖特别大 对 来 说一下你的身体是怎么回事 我呢是九岁因为这个感冒 感冒导致的这个免疫力低下 就是感冒一个月就不见好 手腕呢就开始疼 我爸就带我去医院看 看的话医生就说是关节炎 开点药 因为在农村嘛 那时候调节也不太好 二十多年前 吃了不久 但是越来越严重了 我爸又带我去医院看了一下 你家医生确诊就说是 内风湿因子有点高 内风湿性关节炎 太小了 发生在这么小的年纪的人身上很少 是的 一般都是成年以后 对 医生就特别的吃惊 就是这么小 怎么会得这样的病 有遗传吗 没有 九岁之前我是挺好的小孩 能不能跳 那个时候呢 就说是家里面调节症的不好 吃一点药的话 效果不是太好 去大医院没有经济来源去治疗 就吃那个药酒 但是一停的话就不行了 但有些人是慢慢慢慢的不会走路的 但有些人是突然之间病来如山倒就不能动了 全身不能动了 你是哪种 是16岁 维持到16岁 这9岁到16岁之间呢 是一直能走的 就是走得不好 走得很疼 嗯 一直在上学 那个时候我爸就出去打工 就是一直吃个药酒来维持 嗯 我爸呢就是因为常年这个劳累 这个药椎间盘 清体也不好了 我妈就是一直在家照顾我 还有两个弟弟要上学 那时候真的把家里花空了 爸爸没有经济来源 把药停了就直接不能走了 全身就瘫痪了 那个时候呢 我弟弟在吃个面上学 几乎一个月都不吃一次饭 他就是为了省钱来给我买这个药 他就吃我妈在家里做的馒头 他就是因为这个长时间不吃饭嘛 导致这个低血糖 在楼梯上就涌倒了跌下来 把这个眉毛呢就碰了一个很深的一道 把我知道这件事以后呢 我就不吃药了 我觉得我我给这个家庭带来了 真的太多太多的苦 就16岁以后就到就这个样子了 从16岁到现在呢 我的手就是20多年 没摸到过自己的脸 他上去这个状态 下来可想让之20多年 没摸到过自己的脸是什么感觉 那谁照顾你 之前是我爸我妈照顾 现在呢就说是我爱你照顾 结婚了 是的 你晚上盖被子要父母帮你盖了 最疼的时候真的太痛苦了 自己咬着被子脚往上拖 不可以 都是不能盖东西 我爸我妈就是一个人一边 烫着就扯着被子 盖上太重了压得疼 不盖的话冷得不行 翻身都不可以了 都是我爸我妈这样来回 要轻轻地翻 冷也冷不得 热也热不得 洗澡自己也洗不了 老师说的太对了 是吧 病太痛苦了真的 痛不一生 可疼可疼了真的 不过你还好你结婚了嘛 现在就说身为好点了 以前真的都活得觉得没劲 尤其我弟弟那时候就说是因为条件不好 省钱我买药 他都不上学那一刻起 我觉得我真的是废了 白家人都残害了 那个时候真的是 接受这个东西是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再加上16岁正是斗寇年华的时候 其实周围的人的那些成长 对于你来说是一种残酷 是的 像我的同学他们都上高中 上中学 上大学 我呢 那时候是最最严重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就是最难的时候 哎 真的 最难的时候怎么了 最难的时候就是 我那年就是19岁的时候 就是已经全身瘫痪了 但是就感觉这肚子不舒服 去检查就说是来胃炎 又做了个来胃炎手术 手术做的挺好的 手术做完之后呢就是肚子胀了 肚子消不下去 医生就说是拿你没招 说再开刀的话你只有死路一条 医生就说你们回家准备后试吧 就买点衣服 我爸就买了衣服呀鞋子等等 最后一个就说是老点的医生说 这样吧 你就把它放到那个手术车上面 在楼道 因为我自己动不了 说试一下吧 放在手术车上 在楼道来回拉着转 看能不能稍微他能震动一下 能不能痛气 我爸和我妈就是坚持三天三夜 尽量来回的晃 通过我爸 我妈就是三天的努力 慢慢就痛气了 我就开始天天锻炼 就是稍微挪动着能走动一点 我妈就是这样